今天台東都蘭上來的有那個若葵跟疼心 哇 用心咧 還不如用包子包起來咧 對啊 董包 漂亮啊 那有一次我就有聽到都蘭果那邊 他們是有一個誠實市場 然後就是老人家每天或是每個禮拜 他會固定把他們種的野菜 直接放到那個都蘭果那邊 然後讓部落裡面去認購啊 然後我那時候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我就想說那我下去一趟 跟他們了解能不能有做這樣的長期配合 其實我記得我剛進來原住民的餐飲業的時候 因為我是漢人嘛 其實就比如說穿竹服好了 穿竹服不會教你正確的穿法 可能就可能把你某一個部分拉出來 可是它是不正確的 你被竹人看到是會被糾正的 那可是那時候我不知道 然後後來碰到竹服老師之後 他說妹妹你竟然是領頭的 你怎麼會這樣穿 我才知道我的衣服都是穿錯的 是被員工逗的你知道嗎 後來我才會開始去認識了解 像我覺得我們這一桌最有特色的 就是這個鱷魚肉 然後其實我們第一次聽說 然後剛剛就是電廠推薦 對 然後很特別 像這個就是椰香咖哩雞 然後它的麵包也特別好吃 我覺得阿快也很好吃 它是原住民的傳統料理 特殘 對 特別好吃 其實就是一開始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要謝謝我們的那個店長 Judy姐 以他的身分來說 她是平地人 對我們來說就是她是平地人 一開始對她的印象 可是姐姐給我們的感受就是 她就是部落的姐姐 她給我們的感受就是很照顧我們 然後我感覺她比我們像 從部落來的人 她就想了很多事情 都會為我們這些部落來的弟弟妹妹想